请问,清明节的来历你知道吗? 在我国春秋时期,建县公有个儿子叫崇尔,为了避免被迫害,于是他就选择了逃亡到其他国家去,这一路上颠沛流离,要多惨就有多惨,有一天他又饿又累,于是他就走不动了,连站都站不起来了,随从那几个人就到处去给他找吃的,找了老半天也没找到。 正在这个时候,其中一个随从叫戒子推,偷偷的把自己搭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下来,煮了一碗汤给崇尔喝,喝了以后啊,崇尔就慢慢的恢复了精神,后来知道这个事情以后,崇尔感动的都快哭了,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哥谷奉君。 逃亡十九年以后,崇尔重回晋国登基继位,称晋文公,他继位以后要重赏当初跟随他的那几个人,但唯独把戒子推给搞忘了,戒子推一想,哎,把我搞忘了,那算了,我也不在乎你那个。 于是,他就背着老母亲去了山西的棉山,过隐居生活。 晋文公一听,哎,隐居去了,感觉到很羞愧,于是就派人去找,找来找去也没找到,于是就有人出了主意,干脆把山给烧了,烧三面,留一面,这样就能把他给逼出来。 晋文公一听,觉得有点道理,那赶紧操作吧,哗啦哗啦的烧,把山都给烧没了,然后人还是没看到,于是就赶紧又派人去找,结果呢,找到了,找是找到了,发现戒子推背着他老母亲,靠着一棵老柳树,被烧死了。 后来还发现,他背后的那个地方有个树洞,树洞里面有一封血书,上面写着,割肉奉君,尽担心,但愿主公常清明,意思就是说啊,我割肉给你,表示我的忠心,但愿你能够成为一个清闲的明君。 晋文公一看,非常悲痛,于是就把这一天定为寒食节,并且规定这一天,任何人只能吃冷食,不能生烟火。 第二年的同一天,晋文公再次登山拜祭,发现那棵老柳树长出了新的柳叶,于是就给这棵老柳树赐了一个名字,叫清明柳,并且呢,把寒食节的后一天定为了清明节。